外出拍攝回來 回到公司就要趕緊進行後製剪接 等要趕上出片時間 汽車媒體的影像編輯 工作也是分秒必爭 出社會後已經換到第三份工作 但TED的月薪依舊落在4萬到5萬區間 預期薪資的話我覺得可能會跟資歷 還有你的工作能力 會...就是會影響到你薪資的多寡這樣 老家在宜蘭 同樣的在台北要租房子 交通或是各式各樣的生活費 儘管這樣的月薪在整體佔比 算是比較高的區間 有機會他仍然想找些兼職的接案工作 有需要取捨嘛 如果想要你的薪資高一點 那一定會比別人累 我覺得這是一定會有需要去做犧牲的地方 可能休假還是會被工作占掉大多數的時間 不過只要能賺錢的機會都是不少年輕人的期望 全台受雇員工的平均薪資現在主計總處又有更細緻的數據統計 就發現全台有百分之六十八的員工其實平均月薪都不到五萬塊 尤其又以休閒服務餐飲住宿還有藝術娛樂這一類的工作為大宗 只是全台大缺工這樣的數據又再度引發討論 普遍低薪又架不了薪 尤其服務業儘管累積長時間的年資 卻無法對等的提升薪水 部分有機會跳槽加薪 卻又被通膨怪獸給吃掉 成為現今勞工們最無奈的事 八百多萬人的經常性薪資結構比未滿三萬 佔了百分之十六點二一 三萬到四萬佔了三十一點四 四萬到五萬約二十點五七 五萬到六萬則是十二點四 六萬以上約百分之十八 十二萬以上更是只有一點零四 而在分析行業別其實也發現服務業的薪資確實比較低 大多落在三萬到四萬區間 一個低薪的區塊其實並不是普遍的一個狀態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餐飲跟飯店業者 非常願意給這些服務的同仁的一個就是獎勵津貼也好 或者是員工的補貼等等之類的薪資 其實都有陸陸續續往上升的一個狀態 它在銷售的部分 它可以最多可以領到五千到一萬的一個獎勵津貼 那另外在房務同仁的部分 它在原本的負責的一個房間區域清掃完畢之後 它再多出來的這個掃房的一個津貼 每個月最多也可以領到三千到五千元不等的一個多的收入 所以在針對這部分的話其實要從大面向來看 旅宿業者就強調 面對大缺工時代來臨 服務業確實是不少年輕人都不願意踏入的行業 但為此都拉高薪資 漸漸的補齊缺額 其實相對能獲得較高薪水的行業 除了一般可以想像到的醫師 律師 機師 精算師 能達到十萬以上 而較高薪水職業 則有電信工程師 金融業以及電子工程師 最近很夯的AI產業 薪資也大多能上看五萬到六萬 落後產業則是像社會福利 服務業 保全樓管 民生消費業 平均月薪不到四萬塊 想要高薪就得靠自己 還有時間累積 也就是說如果你不是這種理工業人才 那你有沒有辦法就是搶搭這種AI產業浪潮的話 可能只能留在這種服務性的產業的話 確實可能就是要擔任這種儲備幹部 或多考取一些國家的這種法定證照 可能會比較有機會可以超過月薪五萬塊 或是挑戰年薪百萬的這個工作 也許已經來不及轉行 專家就建議 得要提升軟實力來增添競爭力 但年輕人不想被公司綁住 認為缺乏自由度 大多認為接案或是跑計程車 當外送員 保險服務業 可能努力就能有同等回報 不甘心只領著經常性薪資 也讓最高跟最低差距拉大 想留住好人才 也越來越不容易 TVB的新聞 正聲微信輪 我們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